这把开局我们的分身呢还叫挂机了 今天我玩了剑圣 我们就要有四大谱的那种底气 队友也是一个都不怂啊 都不点头响 既然四大谱呢 我们就要选择先帮你录起来 盖蕊是个好苗子啊 可以先帮他 这不我要月塔了 注意看 闪现开机上去挨两下 再接一手埃法出席 把几个基本的连招 这时结果也回来了 熬起来了 但是爱笑的女孩现在只想哭啊 下单还要被打野招呼 结果也是很愧疚啊 一看就是个有礼貌的人 就不说他了 结实都七级了 结果才两级 我来帮他试下这波线 这把开局要变成四大六了 现在要把重心放在盖轮身上了 这波可以翻打 修伤不轮 注意了 我们的Q不能轻易放 先平A 看着他受不了的时候呢 再用Q来进行斩杀 又是要用显微剑才能看到的细节 这波用先锋撞掉伊塔 继续追这个瑞文最好能利用这个先锋脱掉伊塔 把他打人残血 再Q兵呢 消耗他一下 好的 盖门盖尼上场了 放心大胆地去 有我在 不要有过率 弄他 上 这个我等会儿再来帮你报仇 一样 你要有所才有得对不对 接着回来 我对面杰斯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杰就像个金面宝宝一样 杰负责把你喂饱 你再负责把我喂肥 特种角色呢 我偷偷摸摸地拿下了这条小龙 对面对我拿龙的这种行为了 表示肥肠的愤怒 下路更是重量级 想回家都不需要过安检才行 随时探认安检员 火轮成功过了安检 随时把爱笑的女孩拦了回去 随时看到他身上携带了违禁物品 并且安排几个人收身 直接收拾了 盖伦闷声发炸财 推到了对面的高际 爱笑的女孩和分身 拉成了对面的主要经纪来源 这不是个好机会 直接闪现打架斯 对面根本不知道我人在哪里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哪里 这个对面无言实在发育太好了 我的剑打在他身上 就像磨刀一样 分身还直冲冲的走了过来 这波他可以拿到win了1000 我看到了这把比赛的希望 我现在再来试试我的伤害 看来这下是没机会A了 直接安法自己保密 这波也算是剧中生智 不跑的话 杰是一锤子我根根扛不住 盖伦有话说的 说杰还不如挂机 杰一开始呢 看起来文字明明虽然一杠十几 但是说话依然还是很有体系的 他这一连串智慧呢 一看就是有基本功的 不是你不要我干嘛 是盖伦骂的你啊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啊 你骂人都能骂歪来 那放弃人 岂不是放得更歪 我们的驴乡都为我打抱不平 这个时候呢 他又和你骂的给我道歉了 我就说嘛 我这一把劲心尽力了 随后他就跟盖伦是相见很晚 两人是触戏常谈的很久 不管他们怎么还有的玩先处理皇子 怎么你想想的好 不得了 要把他把牌 怎么我可以收歌 没事啊 我不能收歌就交给最牛的收歌 这个效果都是一样的 这是来做好大龙的事业 维恩直接开打来打我 真的我还有点不自信啊 请批准我给他弹敲 这边又来个劫师 简直拔是可以的 不 这时我再次看到了这把比赛的希望 他在配合火栏 守掉这个锤石 但是我们另外这个人啊 他盖伦跟分身男孩了 分身男孩的归人啊 为自己赢得了这个叫人的战绩啊 人家都打到家里来了 他们两个还在讨论 要不要买个好电脑的问题 真是人中脑龙凤 成熟又稳重 遗憾数量比赛 怎么关注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